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了解水下視頻調色 今天就給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做水下視頻調色的 希望這次分享能幫助到大家 首先我們做第一個節點 再創建一個串型節點 再創建一個串型節點 正常創建節點是右鍵添加串型節點 快捷鍵是STAR加S 添加串型節點 讓我們再建一個調色流程 最常第一課節點我都會留白它 為了方便大家看 我們在這裡做個標籤明暗關系 做明暗關系的時候 我們點擊色輪 先把飽和度全部降到0 亮度混合全部歸到0 整個參數都會顯示到這裡 這是暗部信息 這邊是亮部信息 我們通過直方圖的信息 可以看出是一個暗調子的一個視頻 讓我們稍微調整一下 暗的地方不夠暗 這表示它的一個曝光的區域是比較明顯 我們調整暗部的這個色輪 白目色輪往左拉 讓暗部的地方更暗 總會再加強一點 讓它層次更加分明一些 這個亮部區域也可以稍微再降低一點 讓這裡稍微有一點點翹起來就可以了 我們調完這個明暗關系之後 我們要把這個飽和度恢復到原來的飽和度上 我們再看看這個畫面 當我們的飽和度調到50的時候 按這個分量圖 分量圖這裡這條灰色的線 控制高光值的一個線 這條線的參數是可以自己設置的 那麼我的一個最高光的高光值是設置在951 大概只有951這麼一個區域 我們看看這個畫面 移動這個數字的時候 那麼這個高光值它會有一個變化 上下移動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高光部分 我會盡量往下控制一點 再往下移一些 讓它不要過半 再按一些 那麼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紅、綠、藍 三個顏色的高光是不在一條線上的 那麼也就證明了它的一個白平衡是不正確的 那麼我們現在要調整它白平衡的一個關係 先調一下色溫 就減少藍色 因為剛才看到這個藍色是比較多的 我們也可以通過自動白平衡去進行一個吸取顏色 這樣去做白平衡的一個校準 我們點一下試一下 點完之後這個位置可能也不正確 我們再點一下看看 這點了兩次兩次都不一樣 我們的吸管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參數 就是RGB的這個參數 214、214、219就差一點 那麼證明這個白平衡也差不了太多 就基本上是標準了 因為白平衡的話就是要它亮部區域 白色的區域RGB的三個參數是要一致的 相差一點點沒關係 在這個時候高光區域有點太暗了 我們還是要把它拉上去一些 把高光再提亮 接近了我剛才設置的這條值 就是951這個值 我們現在看看暗部區域 暗部區域的話呢 這裡感覺已經貼到了 好像頂到了底端 我們不要讓它貼底 暗部區我們再提高一點點 這樣的話畫面會有點灰 讓我們把中徽部分再降暗一些 再壓一壓中徽部分 讓整個畫面對比度更強力一些 我們的第一步的這個明暗關係和白平衡就調整完了 做完這個操作之後呢 中間調細節這個參數我會拉大一點 讓它的這個對比更強烈一些 對比度也會拉一拉 這樣畫面更突出我們的主題 我們調完明暗關係之後 第三個節點這個位置上 我再標一下 也就是說它的一個色彩還原 色彩還原這裡我會用RGB的一個混合器 如果攝影師用的是Slog2或是HLG 或是拍的視頻的話 它的顏色的保額度各方面會比較低的 所以我現在也不管它是用什麼模式 我是用這種方法去進行一個色彩還原 我們把這個紅、綠、藍 把這三個參數全部都拉頂 當拉到頂端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看看這個分量圖 RGB這三個顏色已經超出我這條線比較多了 在這個時候我要返回到第一個節點 明暗關係這個節點上去進行高光的調整 把它拉低 高光的地方會過曝 這樣不好 我們現在看看畫面 藍的地方非常藍 綠的地方也很綠 然後有些紅的 就顏色非常雜亂 這樣子雜亂的話呢 對於整個畫面的主體表達會沒有那麼純淨 畫面會太亂了、太雜了 長路這個水下這個場景 它的層次是非常豐富的 顏色也非常多 所以做完我們這前期這幾步之後呢 我們在後幾步的節點上 我們要把這個顏色全部讓它更加純淨一些 好 我們到第四個節點 曲線 攝像對攝像 也就是說攝像的攝像 調整綠色攝像的攝像 你用吸管工具去進行吸一下 它這裡就出來了 但是這個綠色呢 它只是局部的這個綠色 當然做局部調整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個用吸管來做 用吸管來吸 那麼我現在是 因為我不想要有那麼大片的綠色在這裡 我就不用吸管工具去吸取顏色 我用這裡的一個菜單點擊一下綠色 那麼把綠色 綠色增加一點暖色調 青色往下拉的時候它會偏一點 畫面會往品紅的顏色偏 藍色稍微拉一點點 品紅的顏色往下拉一些 紅色也會往下拉一點點 這是攝像的攝像調整 我們到攝像的飽和度 我們把綠色的飽和度把它拉低 把青色的飽和度把它拉低一點 這個藍色飽和度也拉低一些 讓畫面不要太雜的顏色 黃色可以加高一點 我們現在可以放到畫面看看 放到畫面看之後 這些部分的藍色都偏紫了 偏紫了一些 在後面的節點再進行調整 我們到第五個節點 設置為二級調色 在二級調色的時候 為了讓畫面更加純淨一些 把綠色顏色歸隆一下 把紫色也歸隆一點 藍色偏一偏 黃色也偏一偏 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其實我們應該打開這個適量圖 在這裡可以看到適量圖的信息 現在顏色就比較純淨了 也就是橙紅顏色 藍、青色 那麼一個對比色的一個關係 那麼畫面會更加純淨一些 我們的畫面當中 這個適量器的這一條線是一個膚色指示線 那麼這裡有一個顯示膚色指示線 點擊 大家在這裡點開就可以了 這樣顯示兩倍速放 看畫面的色彩會看得更清晰一些 那麼這個紅色信息已經非常爆了 我們把它收一下 不要把畫面的顏色搶了 把藍色信息也這樣調整一下 把整個畫面偏向一個澄清色調 這就是我的一個調色流程 那麼到第六個節點的時候 然後做了一個氛圍加強 把它的對比度稍微再加強一下 你看關係再加強一下 在這一步驟的時候 我會把這個濕波器改成分量圖 從第一個色輪開始 往左偏 亮部的地方再加亮一些 然後中繪的地方再加暗一點 暗部的信息再調亮一點 這個就是最後調整完的這個調子 這調整之前這調整之後 總理看看畫面 放大 這個膚色也比較自然 頭髮也比較自然 想要進行膚色調整的話呢 像這部分有一點偏藍 也就是中輝的地方有一點偏藍了 那我們現在可以再倒回來 在曲線這一部分去進行一個操作 我們打開曲線 再調整一下 這個吸管工具 點一點 在這裡 這個綠色可能有點 偏得太高了 我們調一下 我們再調掉藍色的色相 如果調到這個步驟 如果可以接受的話呢 那就不用做膚色保護 如果要做膚色抠圖的話呢 我上一個視頻有講到如何做膚色保護 大家可以看看上一期的一個視頻 我們放到畫面瀏覽一遍 清晰度 然後暗部區域一些細節也有 亮部區域也不會播報 我們在二級調色這裡 再做一個細微調整吧 在暗部區域再加一點暖色調 中輝也加一點點暖色調 亮部區域再偏一點點冷掉的 好 我們總結一下 我們總共分到五個串型節點 去進行的一個色彩調整 第一個我們是做了一個 明暗關係的一個色彩調整 第二個是做了一個色彩還原 第三我們是做了曲線調整 第四我們是做了蜘蛛網的調整 第五個是一個總體的一個色調調整 以上就是我做水下視頻調色的一個 整個調色流程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大家可以在評論區上進行交流 我是坤哥 我們下期再見